刚刚您所看到的其实是属于高级住宅 能够住进去的毕竟还是少数 第一个它的阶级要适合 第二个它职业必须要好 而且三代都不能犯错 不然的话它只能够发配到 北部的山区过着流放的生活 其实现在的北朝鲜跟外界接触 比较没有那么困难 根据了解 每年大概有十万的游客会慕名而来 而且搭乘的是高离航空 平安地降落在平壤机场 不过这高离航空公司被评比 是只有一星级的航空公司 直到三年前 他们才换了新飞机 才开始有冷气 在国际航空服务的五星评比中 它是全球唯一只有一星级的航空 代表飞安和服务都受识异 但每年患患忘记一票难求 它是高离航空 高离航空是北朝鲜唯一一家 国营的航空公司 而且是为军方所管理 我们今天所搭的这一架叫做 图格涅夫TU204号 据说是2011年 特别向俄罗斯新购买的 自驾飞机之一 从北京飞往平壤 45分钟的飞行时间 有四位空姐为我们服务 这是高离航空的新制服 深蓝色特殊领口设计 涂显脖子线条 窄板合身的短裙流线干练 对比半年前的俗气大红套装 甚至更早之前的衬衫围裙 新制服更强调了曼妙曲线 半年前金正恩一声令下 不只制服大核心 通写外貌打理也更讲究了 还有人带着超浓假结毛呢 我说的中文的一点 在哪里学的 在飞机上的服务的 服务的中文的所以的 由于高丽航空属于军方 空姐不止财貌双全 多数还是党政军的二代千金 南飞行员各个受战斗机训练 勤务管理也很军事化 像是原机当天来回平壤北京 不能过夜 即使在北京机场停留一个半小时 活动范围只在机舱 严禁下飞机 我们采访同时 还突然冒出军方便衣来关切 能不能受访这位老大说了算 高丽航空是1955年 韩战停战后成立 从冷战前双卢勋奖52人 坐小飞机 飞了20多年 到1975年才有第一架喷射客机 就连金正恩的专机也是前苏联1960年研发 早在20年前就停产的老古董 全世界只剩北韩还在使用 不是没签卖 而是长期受国际制裁 空中巴士和波音都不可卖 高丽航空到2011年之后 才有机会买到第一架二式160人做客机 我们搭的就是这一批 设定设备已经进化 播放着海里卡通 还有免费彩色杂志可以打发时间 对比六年前 三地团队满头大汗 连冷气也没有 只能靠人工拼命扇 椅子破损严重 六年来舒适度大升级 不过飞机餐还是叫人也破眼镜 因为它保持起来 有点像是台湾早餐的美尔鱼 但它看起来是有点热 但没有绞肉的口感 有点像是肉 更奇妙的是它是美尔鱼 独身网友封它是史上最烂的飞机餐 对照网络公告的咖喱沙拉图片 还要价一万台币的飞机票 还真有骨淡淡的哀伤 即使如此 旅客依旧捧场 亏太前大排场 这就是人性 越危险越不可思议 反而凸显北韩的神秘魅力 登机前人手一瓶可乐 行李中有人带着汉堡和水果 还有人连卫生纸都带了 在国际孤立的制裁下 高丽航空展现了 北朝鲜不服输的战斗精神 在北韩虽然有通用的货币 不过我们一问才知道 他们惯性使用的 可是欧元跟人民币 一块矿泉水 12块人民币 真的蛮贵的 不可看到络绎不绝的旅客 就是因为对它充满好奇 在下一节 我们还要再带您看看的 就是北韩的美女经济 欢迎回到揭秘 北朝鲜实录特别报道 北韩台面上外汇收入 都是以观光为主 但是观光客行动都限制在 特定的饭店或者是餐厅 服务员或商场的柜姐 这看起来真的是国家的门面 这些所谓的女白领阶级 可说是千挑万选 以往金正恩时代 规定北韩女性 她的裙子一定要穿过膝 不过金正恩上任之后 现在有最大的差别 就是女性的穿着游客是大解放 金正恩一手打造的女子乐团 牡丹风乐团 就带动了这种穿迷你裙 或者是高跟鞋的风潮 我们的采访团队 在平壤参观了十多个景点 结果发觉没有出现一个男性解说缘 全部都是美女 而且这些美女全部都是鹅蛋 脸身材高挑 强调的是自然美 主持人热情介绍 四只海魂主角正式出场 很难想象我们在北韩看海魂秀 而且可以近距离互动 我们行为全拉开 这样那个人呢 仿佛听得懂人话 海豚浮出水面和我几掌 来个Give me fine 这还只是小李盯 哇 這個啾咪親一下超熱情 北韓拼觀光今年秘密武器 把整套西式海豚秀全複製 不過明星等級的美女助理 硬是把四隻主角比了下去 一身V領超短迷你群 凸顯修長眉腿好身材 這套表演服裝比美當紅的 牡丹風樂團 號稱北韓第一天團 牡丹風五位成員才貌雙拳 個個是金正恩精挑細選 脫下軍裝掀起迷你群革命 另外一套白色改良軍裝 合身短板窄裙 更在北韓引起合訪熱潮 她是大同江遊覽船的女服務生 一身載板短裙搭配醒目帥氣的空姐帽 還細著時髦領巾 個個身高165起跳 彷彿選美佳麗 即使忙裡忙外為了曖昧一律腳踩 十公分與口鞋 我擔任三十公分與口鞋 現在是三十公分 我擔任三十公分 還有三十公分 還有特色的特色 有特色的特色 有人在包廂吃飯 順便體驗朝鮮市半唱帶KTV 船票加吃飯 觀光客每人四十歐 相當台幣一千八起跳 女服務生從解說 上菜到算錢收碗盤 工作全包不算輕鬆 但在北韓 這是女生最嚮往的職業 因為觀光是國家主要外匯收入 服務員不只是服務 更是人面為國爭光 遊客在哪裡 北韓美女就在哪 這裡是北韓觀光新景點 類似台灣小人國 我們公園 我們學員 參加的是 用性不妙的主題上 春英帶我們逛的是 平壤民俗公園 北韓知名的建築物 全以比例 縮小在兩百公頃公園內 建築物縮小了 但介紹詞沒改變 解說員也一樣是 溫柔可人兒 北韓工作由政府派任 我們拜訪的各個觀光景點 還沒有機會見過男性服務員 在北韓觀光第一線 這群美女軍團口才開封毫不遜色 不只贏了國家面子 也成功賺進大拿外匯 第一夫人呂學主 就是一個典型的北韓美女代表 而且當時她不只屬於國家啦啦隊 她還是一個知名的歌手 還有一位長得也是鵝蛋臉 那麼臉型也是跟李學主長得很像的 這是女特務金賢姬 她在1987年的時候 假扮成日本女子 結果在飛機上面放置了炸彈 炸毀了大韓航空 讓一百多人罹難 這也是標準的北韓美女 南北韓現在關係依舊很緊張 金正恩上任之後 又大舉換掉了親中的官員 積極向歐洲招手 讓中國決定制裁 要暫停石油出口到北韓 只是這個時候 北朝鮮轉而靠近了俄羅斯 因為普丁跟金家 其實私底下他們有非常好的交情 兩國更有一段白馬傳奇 少帥仰頭45度角 金正恩在祭兵訓練場大秀馬上英姿 這一步似成相似 其白馬戴墨鏡快速奔馳 金正恩的父親金正日 也有一模一樣的宣傳鏡頭 父子都愛馬 尤其是白馬 不論是樂力畫像或自拍宣傳 男主角身邊都有這樣的配備 白馬對金家三代有著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 這是國家電視台拍攝的金日城傳奇 描述騎著白馬的金日城 在白頭山帶領族人對抗陸軍 白馬將軍是金氏王朝起源傳說 各國外交宿米頭其所好 空軍一號走下來的是一匹匹白馬 在日本的名字中 三匹匹白馬上來 2013年金正日61歲生日 俄羅斯總理普丁空運 送來九支俄羅斯民軍 這賀里金正日表情滿意的不得了 俄羅夫斯七品種 長腿健美 金家祖孫都愛 獨樂樂不如重樂樂 金正恩去年更把祭兵隊軍營 開放為騎馬俱樂部 由於馬兒回任主人 初次見面 先送上紅蘿蔔討好他 在這裡 只要付台幣一千塊的時薪 金家獨寵的俄羅斯民軍 也會出來為人民服務 既然元帥加持過 當然要好好試一試 後腿馬褲 運動衫 專用鞋 全套騎馬裝備 在這裡一應俱全 來到美林騎馬場 第一次騎馬的人 都可以像我這樣 先在室內先走個幾圈 今天這拼他叫做蒼明 今年已經七歲了 我是他第五個客人 不過剛剛他的四主 特別提醒我說 其實因為蒼明已經肚子餓了 中午時間快到 所以千萬不要太惹惱他 室內練習場 食物裝潢充滿歐洲風格 美林騎馬俱樂部 開幕不到半年 假日練習育約已經久充滿 每年三年之內從軍需馬場 改成民眾俱樂部 不為人知的角落 還保留一座神秘檔案室 經過申請的VIP才能進入 大廳許許如生的白馬 真是今日成的最愛叫迎風 生前獨享遵仇 活到十三歲 相當於百歲人瑞 做後還被做成標本 時時懷念 而牆上一伏伏 祖孫三代的合照 見證第一家庭的生活 多數時間是在馬場度過 這股騎馬風半年之內 火速從第一家庭 擴散到全平壤了 2014少年宮最新表演 就主打北韓騎馬舞 穿成帥氣騎馬裝 邊打鐵琴邊回邊 北韓兒童版騎馬舞 和南韓大樹的姿勢 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這股風潮也在獨映症 在北韓流行什麼 金家說了算 在下節節目當中 我們要帶您獨家深入 金日成大學 這裡可是北朝鮮精英的搖籃 它也是地球上面 最神秘的學服 歡迎回到特別節目現場 北韓有核子開發 更有武器出口 在1978年 因為他們發現了大量的釉礦 因此先後建立了 六個核研究中心 在2013年 他們還進行了地下核事報 北韓的人才來自哪裡呢 今天我們帶您獨家揭秘 原來他們的最高選府 就是金日成大學 國家有一半的部長 都是從這裡畢業的 還有北韓的核彈支付 衛星專家都在這裡 教書研究 金正恩上任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笼絡這群國家精英 因此他宣布要新建教授宿舍 而且迅速地在一年半內完成 每個教授可以發配兩間 教授們談到金正恩 各個是痛哭流涕的感情 今次是金正恩 激動握拳火力十足 他們是北韓最高學府 金日成大學的學生 套穿人體槍套 金家庭位 這所地球上最神秘的經營學府 從1964年畢業的金正日 輪到中共領導階層 政治局常委張德江 都是重量級校友 與學主就任第一波人前 也曾秘密插班就讀六個月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子 就是在金日成綜合大學 他的校名就是由金日成主席親自所提字 有一半的北朝鮮部長 都從這裡畢業 他是當地的最高學府 相當於台灣大學 沿着山坡走入朝鮮最高殿堂 在這裡唯一要求就是無條件忠誠 果然最佳標竿出現了 你的髮型是競爭頭嗎 對對對 我想就很崇拜我們的領導 所以我就髮型裡就跟他 我是男人嘛 應該我想當兵 就參加一個當兵 然後就以這個無力 繼續我命中的 儘管學生術不到台大三分之一 但又穿上這身榮譽赤補 以考台大難上加難 每年全國選拔先確認 這兩背景加同出身 在全國抵試面試 九成新生是全貴後代 中婚系普同學 從小跟駐外父母待過北京 背景和語言雙重加分 因為專業是外語嘛 外語我個人情況是外語得好 然後反正在高中外號的時候 表現都會挺好吧 我們被安排參觀的地點 電子圖書館 是金正日送給學弟妹的大理 好奇真能上網嗎 我們台灣我們習慣用雅虎啊 用什麼Google啊 你們有聽過嗎 沒有 都沒有聽過 在這裡學費制服 空勤吃飯 全部國家買單 國家呵護的不只未來精英 還有政策智能團 專長為新發射與和能的 泰斗級教授備受理育 金正恩總落大手筆 上任先送上大禮 兩棟全新教授住宅 落成典禮老教授們痛哭流涕 仗前代表獻花之一的 正是金大第一把交椅 電子材料所長金香玉 新家配房有70坪大 經過的申請 我們得到特別的允許 可以來拜訪教授的住家 您可以看見 如他們的住宅上有這樣的看板 上面寫著2013 8月13 跟2013的9月28 這是金正恩元帥 來拜訪過這個住家的代表 因為成功研發壓電磁材料 成為國家推崇的人民科學家 金所長帶我們 從客廳到書房 新家繞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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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他的廚房 那廚房裡邊的那些餐具啊 把的飯啊 都是近來的金正恩元帥 分配給他新的房子的時候 供給他了 所以他住進來的時候 連餐碗都出份的人 國人印經電視 現代化家具 一應俱全 我們教的學家 都沒有負擔的 所以 一生來也 都沒有負擔的 都沒有負擔的 金所長告訴我們 童年在南韓 積寒受苦 投奔北韓之後 十一住行 享受國家期待日 所有呈現 在我們眼前的一切 似乎也呼應了 金大最顯眼的校訓 金正日親筆寫下 培育先鞠革命 可靠幹部 榮耀我正道 除了傳統教育 其實有越來越多 北韓人選擇到中國 那麼在東北沈陽 發現了好多 來自北韓的孩子 他們在學中文 也想積極地 跟外面的世界接軌 包括金正恩自己 他從小就在歐洲念書 愛打籃球 愛喝洋酒 他跟外國人一樣 喜歡吃起司 為了要美食 他不惜派了三個專家 飛到法國 學習他最愛吃的 半硬質起司 艾摩塔是怎麼製作的 現在的行長 還出現了24小時的咖啡店 這服務員 甚至穿起了女鋪裝 牛排現在這次作響 26歲的金師傅 被國家派駐北韓餐館 學了功夫回平壤 現在是頂級鐵板燒餐廳的主廚 日式生魚片 韓式靠在烤肉 展現精緻手法 廣州炒飯更是一級棒 偶爾還會撒上吃烤酒 火焰當兼鐵板燒 來個華麗特技秀 這家頂級鐵板燒店海桃花 從一開幕就轟動全平壤 飲食和餐館板設 完全顛覆美好功夫 我們餐廳特色菜是牛排 想烤烤羊排 魚排等等 中文為什麼說這麼好 好 不 自己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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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韓聽得到中文 看得到大量中國貨 中國是北韓經濟困境中的重要支撐 但隨著競爭上任 逛西方超級市場 大把吃爆米花 年輕人也跟著吹西風 北韓夜生活出現得勢酒吧 店員穿著女服裝送啤酒 結帳還能使用電子儲值卡呢 女孩身上穿著傳統潮服 腳下也改踩時髦高跟鞋 在北朝鮮太陽節這一天 我們各地都有像這樣的慶祝活動 我現在所在的地點 是在勞動黨的紀念塔廣場前 這一群二十歲左右的大學生 自動自發都到廣場前來 開啟了舞會來 臉上帶著靦腆的微笑 因為在民風淳樸的北朝鮮 這樣的舞會對他們來說 是很難得和異性另類的接觸 這是北韓版的來電舞時 年輕人第一次突然驚動 就發生在這瞬間 上一輩靠介紹運勢 這一代開始自明戀愛 告白台詞 我們交個朋友好好相處吧 聽得出民情喊蓄 一對對行旅上街約會 坐在一起不敢並肩 隔著班和守備的距離 至於交往多久 可以第一次牽手呢 沒錯就是甜蜜排婚紗這個時刻 而且我不喜歡這個幸福 看那邊做成衣食作品 类似排婚紗的 一桌維持穿口 但擺出來的拍照姿勢 越來越西式俏皮 親郎親娘一起寫下寫夫 畫愛心 這個不曾有過情人節的國度 年輕人正見證開放中的北韓 這樣的北韓 有沒有跟你想的不太一樣 好像有點不太真實的感覺 最近北韓還掀起了一場蘑菇運動 從科學研究到農場 全國都忙著培育超級蘑菇 就您從畫面中看到的這一株一株 這個金正恩好像要把蘑菇 變成高麗人森一樣 當成國寶來外銷 那麼外面看起來真的是匪夷所思 但其實蘑菇高蛋白低脂肪不含維生素 這是北韓解決他們肉品不足 人民饑荒的法寶 在國際制裁之下 這些宛如意想世界的做法 其實真的是北韓的生存之道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 揭秘北朝鮮實路特別報導 我是李天怡 我們再會 不是還有未來的 我們無所不來的 我們無所謂的一陣 太小降臨 beyond 瞬間 中途徑 大陸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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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새색이는 푸른다 내 나라 후방첩은 길쪽으로 바뀌자 한 생에 다시 웃는 기숨 난 시절을 노동단 세워놓으니 흔들려 고맙습니다.